健康看这里 癌症患者新希望 国卫院研究团队研发出了新药 成功开发新的口服药 可以增强人体聚氏细胞 对癌细胞的吞噬作用 进而达到治疗癌症的效果 而且是用多种癌症免疫治疗 但目前还在动物实验阶段 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在两三年内 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期盼未来可与现有抗癌治疗合并使用 40年来 癌症一直危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位 但癌细胞持续基因突变 产生抗药性 逃脱免疫系统的监控 又让标靶治疗的效果打折 国卫院研究团队研发出 新式癌症免疫治疗候选药物 未来渴望应用在多项癌症治疗上 促进巨氏细胞吞噬肿油的吞噬效应 而且副作用相对比较低 聚焦在B细胞的淋巴癌 头颈癌以及大肠癌 癌细胞能够逃脱人体的巨氏细胞 是因为癌细胞上的CD47 蛋白质会跟巨氏细胞 surf alpha蛋白质结合 释放出别吃我的讯号 导致巨氏细胞无法消灭癌细胞 而目前标靶药物的治疗 虽然会阻挡癌细胞蛋白质 跟巨氏细胞蛋白质结合 但副作用较大 会有红血球血小板减少的情况发生 反观新研发的口服小分子 ISOQC抑制剂 可以直接进入癌细胞 抑制两者蛋白质结合 促进巨氏细胞 对癌细胞的吞噬作用 动物实验里面的话呢 药物跟单株抗体药物 结合的话 可以促进肿瘤的消失 大概有50%以上 不过目前的临床试验 还在动物阶段 等到临床前物理试验通过 才能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期盼未来可与现有抗癌治疗 合并使用为容易复发 且抗药性高的癌症患者 带来一线生机 记者 周一节一台报道